湘王 你可要挺住啊 你可是天选的男主角 是有光环护体的 一定能撑过去 元秀的眼睛睁开了些 吃力的看了他一眼 又闭上了 兄弟们都忙死了 你小子竟然在这儿睡觉 然后就是噼里啪啦 一顿大嘴巴的声 大人 出大事了 大人 大人 什么事 玉成烦躁不已 想开门进去发泄一番 一摸腰间 才发现钥匙不见了 大人你看 距离太远 他没法把钥匙挂回玉成身上 只能扔对面了 完了 门锁了 钥匙哪里了 犯人出不来 官员进不去 扯不着死吗 愚成无能狂怒 是 大人 加油哦 加油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讽刺我 火上就有啊 大人 斧头来了 玉成没好气的接过斧头 咬紧牙关用力一挥 门上的木栏杆应声而断 大人 这断了的木头 可否拿来给我扶寻绑腿啊 老子真要气死了 要不是有更重要的公务在身 玉成恨不得对林雪竹大行伺候 不多一会儿 守门官差进了牢房 对林雪竹拱手说 刚才多谢林娘子大救 哪里哪里 林娘子 可是想要这个 能不能麻烦你用你的剑帮我劈一下 就劈成大概这么厚的木板就行了 够不够 够了够了够了 谢谢你啊 等林娘子准备好了 我得把你们两个送到另一间牢房去 多谢 我尽快 说完 她转过身对袁修说 我不会医术 全且帮你处理一下 你忍着点疼啊 刚喝完林泉水 此刻稍微清醒了些的袁修心想 很好 你不会医术 还特意告诉我一声 还没等她吐槽完 腿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整个人又晕了过去 夫君 你醒醒啊 我们要换牢房了 你这样的话 全身该怎么办呀 我来背她 应该不会伤到她的腿吧 观察大人 我已经固定好了 伤不到的 小二 你怎么了 莫慌 夫君受了伤 我已经帮她处理过了 林娘子 这里空中的牢房你选一间 凭什么她可以住单间 还让自己选 小伙子 能不能给我们多分一间牢房啊 我家人口多 挤在一起实在不方便 这里是牢房 不是你家后花园 竟然吃不得苦当初别进了呀 林雪竹嘴角一抽 不厚道的笑出了声 然后指了指路式的那一间 我们可否去那间 用那把刻着三字的钥匙 林雪竹找出钥匙 打开牢门 把自己和袁修关了进去 还能这么玩 林娘子 这间牢房不归我管 还请林娘子保重 谢了 本天真是 把某子都交给你了 以后 估计